高孔蓮是規劃海陸兩會的元老 在2008年馬總統上任的時候 他是清點的海基會秘書長 今天確定要離職了各界的傳言不少 由於牽扯到兩岸關係的談判節奏 實質的進展 以及馬總統的兩岸哲學 所以頗為敏感 今天比你台時間就來深入了解 來賓是聯合報兩岸記者林廷遙 聽到你好 美方姐好 歡迎到現場來 我們來談高孔蓮不獲續聘 你今天也在他記者會的現場 以你長期採訪他 現在外界的傳言說 他離職有兩個原因 一個可能就是因為 跟所謂的高層 也就是跟董事長林中森不合 另外還有一個猜測是說 他可能就是現在離職 準備在兩岸兩會 互設辦事處之後 他可能會出任 第一任的注入的代表 這兩種說法都有 但是就你的了解 你的觀察 哪一個說法是真的 還是有別的真正的可能的原因 第一個說法是比較接近詩情 林中森跟高孔蓮之間的意見不合 其實在海基會 照理是公開的秘密 就那個會務管理來說 向來海基會 他是一個秘書長制 那過去江炳昆 他當總董事長的時候 他都會充分授權 然後也尊重高孔蓮的一個決策 但是由林中森他當了董事長之後 任何內部會議他都要參與他 然後他都要參與他要主持 那所有的公文他都要決 所以現在變成了一個雙手掌勢 那在接到外賓方面 兩人意見也常有不合 像林中森他是想要表現得更加草根 要更加親民 那不管官階的高低 他都一律接見 包括大陸來臺灣的一些地方政府的一些 衛生部門的或環保部門的一些 地級的一些局長 他也接見 但是高孔蓮他是認為說 借帶外賓應該要有選擇 不是所有通胞不能來者不去 要不然團會接不完的 那在以那個訪問團來說 海基會的人把出團單 然後拿給林中森看的時候 那林中森他就說 我全包了 那他人員就問他說 那高孔蓮就是他也要接團 那林中森就跟他說 那就林中森就說 那這團給民務長去好了 然後那一團其實是過去 是由處長帶團的 對 所以就是很多 這種好像感覺是小小的事情 對 都小事 但是感覺像不像是 海基會裡面也有兩個太陽 也是兩個太陽 這形容太好了 所以在裡面的這些同仁們 在這種情況之下怎麼辦呢 會不會整個氣氛很詭絕 沒有錯 因為像高孔蓮他在海基會裡面 他算是 他過去待過陸委會 然後現在海基會 然後在海基會 他的資金算是非常深 而且業務非常熟 那林中森他算是新手 那他什麼都要 都想要管 那但是他業務並沒有那麼熟 對 所以有人是 有這樣形容 形容說好像有時候 好像是那個 就研究生在帶小學生 對 這種情況 所以一直就傳出來 就是高孔蓮一直說想要辭 一直想要走 他是真心想要走是不是 他是一直想走 對 因為主要是 就是他一直沒有獲得 馬關愛的眼神 對 他有很多次 其實都跟那個首長的位置 擦身而過 他就是原本陸委會主委 那個位置 其實那時候他呼聲蠻高的 對 他立任的位置 都是一些副職 陸委會副主委 然後海基會副董事長 是 那他是想要能扶正 但是他要扶正 但是馬並沒有 就是讓他可以 達成這樣的一個心願 對 這個在心情上 有點不如歸去 對 沒有錯 對